我也是没办法 工作丢了 我也再也欠了好几万 再说每天堵着门找我要钱 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离了婚 一个人带着号号 超市人也不好 你们到底想说什么 我们需要钱 我把能给你们的全部都给你们了 我现在就剩了点退休工资了 我哪还有 你还有房子吗 不然 我房子卖了 卖房子 那我住哪 住哥那儿啊 他一个人 凭什么 为什么不住你呢 我那怎么行呢 我还有号号呢 再加上你是个儿子 你有义务照顾妈 少来这套 儿子怎么了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妈以前有点钱都给你了 这个时候你把老太太退我这儿 凭什么呀 什么退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别吵了 平时让你们两个回来 一个都不愿意回来 把我一个老太太 孤零零地丢我在这里 现在让我卖房子 我告诉你们 这房子我住了大半辈子了 这可是我的全部 我不会卖的 不卖是吧 不卖都别好 不卖都别好 不卖我后面啊 你有病啊你 老伴临世后 投资生活的周兰 一心想要跟子女生活在一起 无奈 马东马力的心思 全部放在周兰的老院上 计划着卖掉老院 从中牟利 而周兰的生活 却没有进入 马东马力的考虑 厌倦了孤单的周兰 想到给自己找一个总科 喂 小刘啊 对对对 是我 小刘 你上次不是说 你们中介可以给我介绍一个 合适的诸客吗 我想了解一下 小朋友你怎么了 爸爸妈妈呢 找不到爸爸妈妈了吧 小朋友热了吗 你看哈 奶奶家就在附近 你跟奶奶回去吃饭 完了奶奶带你去找你爸爸妈妈 好不好不好妈妈说了 不肯摸谁人走 嗨你这孩子 奶奶又不是坏人 走 奶奶带你到附近去吃点东西 完了把你送派出所 让警察时候帮你找爸爸妈妈 行不行 不好 那行吧 奶奶直接带你到派出所去 来走听话啊 干嘛呢你 姑娘这孩子走丢了 我带他去吃东西他死我不愿意 不跟你去就对了 我看呀他不是走丢了 是你想让他走丢吧 哎姑娘 你年轻轻轻的你怎么不放好赖呀你 啊 我就看他一个人在这 行行不跟你说了 来孩子 奶奶别动啊 我告诉你别动 哎 你这丫头 怎么不相信人呢你 我也要量 你怎么还打110 你干嘛呀 你放开我 你打110吗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打160 你放开我 刘阿姨 今天谢谢 您放心 我已经叫同事啊把小朋友送回家了 你也别大生气了 小姑娘啊 也是一片好心 小李啊 你们当警察的办事一定要死心 一生有些人似的毛毛躁躁的 动脑 行 行了 我先走了 免得再待一会儿啊 我又成了抢劫犯杀人犯了 刘阿姨 这 你不是我们家区的吗 这周阿姨啊 可是我们这一片的名誉 有人善着 热心床 不可能 就是脾气不太 不过没事 一场努力 谢谢谢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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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怎么好多人能进派出所啊 谢谢你 没事 就是一场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 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说 你在派出所是劫坏我的怎么样 没事吧 好啦我的林大律师 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走吧 你到底是啊 没事 现在就给你忙坐下来 你妈要为了风沙照 晚上给我们 一定放弃 你们在这坐一会儿 我就叫化妆师来给你们试装 谢谢你 诶你这是 不好意思啊 未来的接受 接受我变成肉的地方 这不是大家不怎么结果呀 在老婆里面下的房子 我们还住在工 这个行李箱肯定不怎么样 他帮我一起扛出去 走了 我们带吧 我们带扛了一下 想要来给你演戏 那你们再好好考虑一下 在价格上面 我还可以再给你拥护一下 慢走啊 别提了 过光速就是没实力 过光速就不挣 他就让我怎么想 好了 别生气啊 你看你要果然是这样 回头啊 你还是搬到我那儿去住 这老公公司也不是个办法呀 陈宇 你又来了 你问起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记得 拒绝婚前同居 自己的就行 可我真是为了你好啊 而且我 行不行 那不说了 你不快饿起来 我去吃饭啊 别吃了 问陈宇 我在老城呢 在拍点素材 你不用担心我 我知道了 啊 舅阿姨 咱们这个保健品 那个效果是特别的好 您今天买的话 不仅便宜 还说你还能吃 limous 钱是便宜 可我听你老说 这玩意是骗人的 我要是买回家去 你不要听人家胡说八道 我们怎么可能会骗人呢 对吧 你看我们这个上面的配方 是写的清清楚楚的 是经过权威认证过的 咱们这个药 对这种到您的高血压 那是特别的有效 您不是有高血压吗 咱们这个药 对您来说是最适合不过的呢 你们看一下 真的 你看看他们的配方 他们写的清清楚楚 你看是吧 高血压 你们这个药 有药品国家监督局的认可 我阿姨 这个都是骗人的 你可千万别伤到 我怎么在哪都碰得到你啊 快给我加个信来吧 阿姨 您这样子真好 是我喜欢的能量 来喝水 谢谢阿姨 对了 我叫冯思思 就在离这不远的地方工作 上次那件事 是我太冲动了 对不起啊 喂 喂 妈是我 什么 我的房租费已经这么便宜了 你们还要收那么高的总结费 好我知道了 我考虽一下吧 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那天呢你也是好心 我不怪你 阿姨 您这房子是要出租吗 啊 怎么了 租金多少 租金多少 你说的事我就生气 嗯 我租一间房子出去 租金800块钱 那中介要收我2000块钱的中介费 这不是迷抢人吗 800一个月 这不是迷抢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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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板您这个房子都没有 还住在公司 阿姨 要不您这房子直接租给我吧 省了让中介把钱给赚了 租给你 啊 您看啊 咱们呢也算是不打不相识 您刚刚不是还说我是好人吗 那租给一个好人 总比租给一个不认识的人强吧 阿姨 我这住进来以后呢 平时还能陪您说说话 这多好呀 那行吧 以后 你叫我周阿姨 周阿姨 周阿姨 好 您好 欢点光给你 喂你怎么样 给钱吗你就喝 亲兄妹说钱多没意思 不说钱说什么呀 人家亲兄弟还没站着 我现在缺的就是钱 我就你缺 你没钱我也没钱 但是咱妈也 咱妈那个房子 现在至少值这个数 就算他值这个数又怎么样 老大他爹你不是说了吗 那房子他不卖 在他眼里 这房子比你我都重要 我们俩是他的亲啊 我们都混成这样了 他不能不管我们 能怎么办呀 软的不行 咱就来硬 硬的 猪阿姨 是他刚刚早上六点钟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还搞这么大动静 怎么了 这包包子不剁馅怎么包啊 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稍微小点声 小点声 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也是 每天早上早起来一会儿 有什么关系啊 早睡早起那才是好习惯呢 不是 傅阿姨你这也怎么不习惯 不习惯别处这儿明天给我搬 年纪轻轻的就这么了 哎呀 这以后还怎么嫁人呢 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现在是年轻人呢 真是 哎呀 可看不上我们那时候了 周阿姨 我的包明明放在卧室了 怎么跑客厅去了 你好意思问 自己没个收拾 我刚才看到他掉到卧室的地上了 我就把他捡到客厅了 周阿姨 以后请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还成我的不是了 我就看不惯我们家乱糟糟的 以后自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 免得爱我的眼 咱们打包一份面 好 你对不起啊老板我不需要了 谢谢啊 你这么怀了啊 我问你啊 这房子到底卖了呀 妈 我们可是你的亲生儿女啊 你就这样眼神的看着我们 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也在手里帮我们一俩 虽然我卖房子 也在手里帮我们一俩 也可以 不过 我要把话说在前面 我把房子卖了 谁管我 你不是 你谁啊 他是我的租客 租客 租客 可以啊老太太 你为了不卖这房子 弄着租客 行不说 那你搬走吧 这房子要卖了 行啊 我现在就可以搬走 但是我租这房子可是签了合同的 你们要是限违约 赔偿款谁给我 不是 什么叫赔偿款啊 没有 你不见得没有 那可就别怪我了 我马上走法律途径 到时候 自然会有人来找你们 不是 你们就先回去吧啊 先回去 谢谢 周阿姨 他们 嗯 嗯 那么多 你先拿走了 我去找你 现在我去拿走 好 她去找你 我去想找你 特别的 我们是每个人 都要找你 你去找你 要知道 那你他在哪里 不吃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啊 我也知道他是好 现在他也不能不问我 随便乱论我就心疑 淳宇你听见我说话没 哦 哦 那个 思思啊 我父母呢 觉得我年纪也不小了 就想着看什么时候跟你见个面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就把咱们的事啊给定醒来 春雨 你也知道 我公司现在正在起步阶段 这件事 咱们能不能过段时间来说 公司公司 你现在心里边除了公司 到底还有没有我呀 你理解我一下 我现在真没有时间考虑这些 我理解你 那谁理解我呀 我父母成天吹我 我有什么办法 我压力也很大的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从来没有去见过我父母 你考没考虑过他们的感受 这谈恋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 怎么可能没关系 好 就算没有关系 那我现在问你一句 你到底想没想过跟我结婚 你什么态度啊 是想现在不想 现在不想 好 那就永远别想了 我们分手吧 春雨 阿姨 您帮您女儿选衣服呀 你们年轻人的衣服怎么那么尽贵呀 有些还不能用水洗 我们老年人哪分得清楚啊 你看 这不小心 把人的衣服给习惯 阿姨您看啊 有的衣服上面呢 有这个标签 就是说不能用水洗 您下次啊看清楚 不过啊 您对您女儿可真好 还帮她洗衣服 您这人工作挺辛苦的 能帮就帮我 行 就这样吧 哎好我给您看一下 小冬 小冬 你 我买点东西 你是哪儿去 我有事 哎哎小冬 这都快中午了 你给妈吃顿饭呗 咱下馆子是你爱吃的 我都跟你说了我有事 你自己吃啊 喂 别吹我知道 三缺一马马上就到啊 等我 小冬 又去打麻将去 谁说打麻将我真有事啊 我走了 哎小冬 小冬 小冬 我爱了狗 这怎么了 对你女孩子不喝那么多酒 我没事 这是陪你的衣服 周阿姨 我知道你对我好 现在 只有你对我好 闺女 这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失恋了 以后啊 这只有咱们两个人 我陪着你 咱们好好过 失恋了 问你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要想知道 你就去问她 问谁啊 我刚才给她打电话 你要把我问问 妈 哎 你把电话给我 我怎么说啊 哎哎哎哎 不说我 哎啊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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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是我的k 我不去相信 我就是喜欢思思 我知道了 你就别管了 我会您好哪位 我喂 我到了您在哪呢 您是周阿姨是吧 思思跟我提起过您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咱们换个地方说吧 阿姨 阿姨 您到底什么事啊 什么事 昨晚上思思喝醉了回来的 你知道吗 喝醉了 那她怎么样 现在没事了 在家里班都没去上 没事就好 你跟思思到底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思思很伤心 这么大个男人 让思思为你伤心 你觉得对吗 周阿姨 您不知道 你别以为我老了 就不知道你们年轻人 是怎么想的了 阿姨也年轻过 也是从你们这个岁数过来的 周阿姨 我是真的不想跟思思分手的 哎小伙子 我今天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有你这句话呀 阿姨就放心了 你说思思多好的闺女啊 你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啊 这样吧 阿姨说说我年轻的事 想听吗 啊 愿愿 您讲 阿姨那时候啊 也挺漂亮的 啊 不比思思差 哈哈 叔叔那时候啊 特别的穷 又没什么本事 可是呢 我就是看上他了 家里人都反对 我除了 你也没什么本事 小兰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 为什么不来 我说过 这辈子 我就交给你了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蓝蓝 快跑 我父母来了 阿姨 那您当年就这么跟叔叔私奔了 哪那么容易啊 当天就被抓回来了 后来呢 后来我还是跟他结婚了 真的把一辈子就交给他了 阿姨 那您当年是怎么说服您父母的 其实有些事啊 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难 只要看你们花多少心思去办这件事了 只要心思到了 事情自然就会解决的 小伙子 明白阿姨要跟你说什么吧 周阿姨 我明白了 谢谢你 这就对了 你来戴什么 我看他在外面鬼鬼祟祟的 一问找你呢 我就把他带进来了 你来戴什么 我看他在外面鬼鬼祟祟的 对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你们聊 我先进去了啊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我那是一时气候啊 我不是真的想跟你分手 你说不是真的就不是真的 思思 是我错了 是我不对 我不想跟你分手的 我知道你现在专心想创业 我也想明白了 我应该支持你 不管等多长时间 我都等你 我不信 好了 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 是吵着玩的 说开了就好了 我也是怎么过来的 小伙子 阿姨饭已经煮好了 你就留在这吃饭啊 快一点啊 谢谢朱阿姨啊 吃饭吧 哈哈 来 来 死死啊 多吃点 我知道你 你这医生气 你就食欲打增吗 是不是不是 多吃点 多会了 我 我也是 我也是 我化悲动为神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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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冲着我笑别别老背着我 你笑起来可好看了 我喜欢看 行了快示范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哈哈哈哈 我给老公吃菜 你给我给你传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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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阿姨谢谢你 笑什么呢 我说什么 洞威 她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地址 哎 我这个人呢 就喜欢热闹 好长时间 没有这么多人陪我吃饭了 吃饭了 嗯 小丽 你怎么来了 我想来看看号 号在学校呢 没回来 那她哪天回来呀 她现在读的是寄宿学校 有可能周末 有可能月底吧 小丽 你看我都一个多月 没见到号号了 她要是周末回来 你带她回来一起吃顿饭吧 我给她买了好多玩具 号号周末呢还有补习班 我仅没空 你看你 这孩子还那么小呢 别让她累着 妈 这可怪不得我 我们这边又没有什么好的初衷 号号要升学呢 就只能靠她自己考试 我又没什么钱 去买那个什么学区房 好 四块 好 谢谢 回来呢 还是让你这外婆帮忙忙的 结果你倒好 把房子断手里 租出去也不帮我 不过也没事 让浩浩自己辛苦辛苦吧 小丽 我们房子 我知道 说来说去就是舍不得那点钱 以后啊 你也别来看浩浩了 也别敢买什么东西啊 我怕你将来跟我算账 帮我还你钱 你让一下 让让 知道你有钱 我还指着这个生意养家糊口呢 走 老头子 你说 我们辛辛苦苦的 把小东 小丽 拉扯成人 是为了什么 老话说 养儿放老 咱们一儿一语 到现在 我还是得一个人孤独地活着 老头子 你把我一个人丢下 自己走了 我现在一个人 是怎能好我 小东小林 就只想着钱 我不是舍不得那点钱 我就想 老了 能和孩子们一起生活 这才是个家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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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儿 您今天怎么没去跳舞啊 我今天不想去 周阿姨 您怎么了 哦 没事儿 就是不想去 我看你们每天跳舞都那么开心 我也想去 要不您今天带我去看看呗 您今天带我去看看呗 啊 周阿姨 你就带我去看看 走啦 去看看 走啦 去看看 你心情 那你不去 不是回去啦 周阿姨你快来呀 快来 到家 communication 是呢 你憋好 脑里糠 的 快来 Analytics 起床 起床 你是否 有幸 就是 ыч床 起床 投赊 你 儿 你 你想 想 一 郭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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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请问是马东吗 我是周阿姨的租客 他现在在医院呢 你能马上过来一趟吗 什么 太忙了 你忙 你忙他也是 喂 喂 喂 是马力吗 我是周阿姨的租客 她现在在医院呢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太晚了 不是 你 喂 这都什么人呢 医生 怎么样了 病人的高血压 现在已经稳定了 不过 还要留在医院 多观察一段时间 谢谢你啊医生 病人的降压药 你们一定要按时给他吃 作为侄女 你们要多关心一下老人 不要老是以工作忙当借口 要真出了事了 后悔就完了 我知道了 我回头注意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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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说是高血压 现在情况已经接到人电话 那就好 他家人呢 什么时候过来 别提了 我刚刚给他的儿子 跟女儿都打个电话 他们居然说什么太忙了 没空 还说什么今天太晚了 明天再说 你说这都怎么做儿女的 啊 这什么人啊这都 别说他们了 你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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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什么时候 那我先去把住院费给搅拌 你快去吧 我在这等着阿姨出来 那我先去啊 我先去吧 你先去吧 我先去吧 你先去吧 我先去吧 你先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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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说阿姨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好多了 你昨晚上在这守了一晚上 我不放心你 辛苦你了 你这是说的哪个话呀 周阿姨行了 周好我买个粥 喝点粥啊 不用了 干什么呀 叔叔在这儿呢 我喂你吃 小心烫 妈 你这能吃能喝的没事啊 你一提炸的我们叫过来干什么呀 就是啊 早知道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不来了 你知道我那超市一上午不开门 损失多少钱 你们 小丽小栋 你们过来了啊 昨晚上多亏了她 爸 你说你身体不好 有高血啊 你自己注意点 你看现在到医院来了 你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 我就是最近 忘吃药了 忘了 你是故意的吧 你看你这生病给我们添多少麻烦 我话说前面啊 我没时间照顾你啊 你们还是不是人啊 周阿姨都变成这样了 你们怎么还能说这首话呢 你谁啊 我们自己家的事用你管啊 就是 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你嘴巴放干净点 你说谁是狗闹 谁多管闲事我就骂谁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次怎么了 想打架啊 打就打我们还怕你不吵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别吵了 你们吵什么吵 这里是医院 病人还要休息呢 你们出去 小栋 小栋 好 好 周阿姨 没事 这段时间 我们来照顾你 来 我们把粥喝完 好 好 我 好 好 我 好 我 好 呃 這日子過的 真的 別在我這艾聲嘆氣的會急 不是 我們倆真得好好探討辦法 再這樣下去 說老太太什麼時候才能把房子給擺 我在想啊 這個時候有可能一開始咱們就錯了 哇 說哪啊 老太太不是歲數大了嗎 我們還對他來硬的 他肯定得想著給自己留個後路 那照你說不來硬的該怎麼辦 我想啊 老太太無非就是擔心自己沒有地方住 那我們就順著他 而等他把房子一賣 我們再找個地方把他往那兒一送 事情不就解決了嗎 你說的輕巧啊 咱們現在給他來軟的 他能信嗎 所以我就說你那天太衝動 本來老太太這次生病了住院 是我們表現的好機會 說不定時間還有轉心 要不這樣 等老太太一出院 咱們倆就去接他 好好的表現一下 嗯 但是鼠華說前面啊 閒到手咱們一人一半 行 你是我親妹妹 能少得了你嗎 媽媽 媽媽 媽 我不是哥哥的心情嗎 呦 給我啊 這兩天辛苦你們了 你們 媽 妈 你这次生病了 确实给我们敲了个警钟 我觉得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待在家里 就是万一再出什么事 那可真是大事 不是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 之前 确实是我们队 现在啊 我想明白了 也醒悟我了 这段时间谢谢你们 你们放心 以后啊就由我们俩来照顾老太太 哎 什么你跟我回家吧 回家吧 谢谢啊 所以我没看错吗 是不是跟坤儿个人似的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 可能良心发现了吧 毕竟是咱们的新生母亲 这样也挺好 你也就别多想 那好吧 妈 妈 慢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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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坐那休息会儿 对 您要去坐下休息 饿不饿 要不要让哥给你做吃的 对 想吃啥 跟你说 这不用麻烦了 出院之前 思思都做了 我已经吃过了 妈 思思啊她始终是个外子 我们才是你的亲生而远 那最后 还是得我给你养老的 就是 小冬 小丽 之前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我心里是有数的 这现在突然你们变成这样了 照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 你们心里也是有数的 妈 妈 你真的想多了 这次你生病啊 真的是给我们敲了个请钟 我跟哥吓了一跳 你突然发现 您老了 我们不来照顾您 谁照顾您啊 之前我们做事确实是欠考虑 为了这事 我很可能把哥挖了一顿的 不是吗 啊对 不光是他把我骂了一个 我也把他骂了一个 所以啊 我跟哥已经商量好了 我们觉得啊 您身边必须得有个人 是 你们 愿意陪我住 当然了 但是 您这儿其他房间都租着别人呢 我们要是搬回来 也没地儿住啊 再说 我和小妹平时有自己的事 也抽不开身哪 说了半天 不是跟你前一样 不一样 妈的 我们不能到您这儿来住 但是你可以去我们的呀 对 我家里 哥家里 你想住哪儿住哪儿 你选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小妹家也可以 我家也可以 您好好想一想 想好了告诉我们 我们就回来接你啊 好 我想想我想想 啊哥 我觉得他妈肯定没吃饱 在做人吃的 等着 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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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陈宇 这段时间周阿姨的儿子和女儿 跟以前确实不太一样了 他说我怎么觉得不对 有什么不对的 说不清楚 就感觉他们看周阿姨的眼神恶怪的 不是你就别担心 我还是那句话 他们毕竟是周阿姨的亲生儿女 再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也不能一点良心都没有 但愿如此吧 周阿姨的事你就先别操心了 操心操心自己的事吧 自己的事 什么事啊 公司对你怎么样 我正准备跟你说呢 之前呢 一直没有确定的那几家合作公司 终于谈成了 合同也签了 创业这么久 公司也终于上轨道了 我还以为 不打算跟我说呢 怎么 你都知道了 当然了 公司的事啊 我比你都关心 签合同的当天我就知道 你怎么这么关心我公司的事 因为 只有你事业稳定了 我才有机会向你求婚啊 你快起来是在外面呢 我不起来 我就要大家看一看 让大家见证我对你的爱 红思思 我希望从今以后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谢谢大家 来吃点水果 坐下坐下 这就对了 这年轻人嘛 事业是重要 可家庭呢更重要 来 哎呀 真为你们高兴 这个呀还是要谢谢周阿姨 谢我 我又没做什么谢什么呀 周阿姨上次要不是您啊 跟淳于也许就真的分手了 你还说你没帮我呢 上次 上次怎么了 我怎么不记得了 好好好不记得了 看你们这样 真好 等你跟小林结婚了 这老房子 就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周阿姨 这人越老啊 越怕孤独 这些日子 有你陪着我啊 这老房子啊 就有热乎气 那你们走了啊 就我一个人 想想都难受 周阿姨啊 您放心 等我跟思思结婚之后 我们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您的 我知道 我们都是好孩子 可终究 我也会跟自己的子女生活在一起呀 周阿姨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他们最近对我真的挺好的 他们毕竟是我亲伤的 以前呢 就过去了 我也想好了 剩下的日子 就跟他们一起生活 您想好了 周阿姨 您要是信我 就听我一句话 无论到什么时候 这房子 您一定得留住 唯一出了什么事 这里 还是您的家 小丽啊 没想到 那日子学校还挺好的 上课有老师管的 下课呢 还有老师辅导呢 我看浩浩 好像又长高了 他说那些像伙子啊 不错的 就是有一点不好 我要想看我外孙子 还得搁着大门 还不让我们进去 小丽 小丽 你没听见我说话呀 说什么呢 我刚刚没注意 怎么了 你在想什么呢 我这回在想 给浩浩转学的事吗 转学 这考核的学校 你转什么学呀 这学校好是好 就是太贵了 那除了学费之外 每年还得交一大比额外的助手费 我是真交不起 那现在把浩浩的 课外补习班都挺 你现在怎么过成这样了 生意难做呀 现在电租又涨 这真没办 这太难 也不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手填呢 是啊 行了妈 谢谢啊 你也别操心了 我再上个办法 喝酒吃饭了 我拿着他 滑除了 快吃到 哥 哥 我妈来了 小哥 这怎么回事啊 对了哥 怎么回事我家里怎么弄乱 妈你别收了 怪我 好 我回来 长坊日上给你再吃个饭 就能到 小军见了 小冯啊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送话呀 我在外面 却然这一笔钱 还不上 今天一大早 人家找到家里来了 我也没钱还 所以 就这样 小冬 你怎么能在外面 借那么多钱呢 我本来 是想筹点钱做点生意 以后 就可以让你过点好日子 生意不好做 借的钱全赔了 还欠了一大笔钱 所以 哥 不算 再不了 要不把超市盘了 给你把钱还了 不是你说什么呢 浩浩还小 你日子过得也不好 我自己的事 自己想办法 要不让你好好照顾妈了 这以后啊 让你好好照顾妈了 你这个哥 没用 小冬 小丽 你们就是再大 你永远是妈的孩子啊 你们现在有事啊 妈一定不会不管的 你们放心 有妈在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苏阿姨 我回来了 苏苏回来了 赶紧吃饭吧 苏阿姨 今天这什么日子啊 准备这么一大桌丰盛的菜 还搬出来吃了 这外面不凉了吗 不是什么日子 赶紧吃饭吧 真香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啊 你也吃啊 吃吃 苏苏阿姨得给你道歉 道歉 道什么歉啊 苏苏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阿姨之前 是故意对你态度不好的 就是想 让你跟我吵架 这样呢 阿姨就觉得 我自己 还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仲阿姨 你就别说这些了 我都理解 真是个好孩子 把这收下 这是什么呀 租金 租金 现在 我全部退给你 周阿姨 您这什么意思啊 小豆小丽他们 他们遇着麻烦了 我想把这房子 尽快卖掉 好帮帮他们 周阿姨 我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 无论发生什么 这房子您不能卖 是 是是 是是 你就别说了 我已经决定了 我不能看见他们 连生活都过不去吧 这钱我不能收 我会尽快搬走了 不行 我会尽快搬走的 你必须收了 不行 行了周阿姨 您就别跟我争了 您就别跟我争了 吃饭 快点吃饭啊 来 多吃点 一番 周阿姨, 你先走了, 我送你 小李, 你们俩结婚以后, 你一定要对他好啊, 你要是赶他对还不好啊, 我绝扰不了你 放心吧,周阿姨, 我一定会对自私好的 我就放心了 我们以后啊, 你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行, 走吧 陈宇, 你先出去叫车吧, 我跟周阿姨再说几句 行, 那你们聊, 那周阿姨我先走了 周阿姨, 这房子现在只交了一个定金, 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还是别卖了 我也舍不得这房子啊, 在这住了大半辈子 就现在把房子卖了啊, 心里啊, 真是空落落的 那就别卖了, 我也不放心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放心吧, 我跟小冬小丽他们都商量好了 把房子卖了以后, 他们俩一人一半 我呢, 轮流在他们两家住 一家住一个月, 他们会养我老的 可你这来回奔波多辛苦啊 没什么 能跟子女在一起生活啊, 是我们这些老人 心里最高兴的事, 放心吧 那行, 既然您决定了, 我就不说了 我的电话号码你系好了吧 要是有什么事, 一定记得给我打电话 好, 我给你打电话 行了, 走吧 小玲啊, 该等着急了 那我就先走了啊 保重 多数男人所说的, 这所做的都不一样 大人 公子, 人带到了, 还请公子 你们认错人了 我是张晓静 我所犯之罪 乃十恶之久, 这可以罪 荣布和大理寺订了斩子很好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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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挡住看电视了 我能让你觉得 啊 大堂还没到四个公子哥就可以无事 小李啊 你成天在家待着 你怎么不去超市啊 不做生意了 请了个人就不用说 请了个人 那不多发一个人的工资吗 你以前都是你自己手 你怎么现在又请人的呢 不是, 你烦不烦 我之前 就在那个电影里守了那么多年 我现在想轻松一下不行吗 啊 我就是一辈子劳碌命吗 行, 这都几点了 快去看一下啊 啊 国姓李 但我的历史不是他 我钱少随理 吴六十高门王 七岁与张九零长 九岁与开 方对了 和间 那那个鱼太咸了 你少放点盐 盐也是花钱买的 你别根本不要钱似的 正人常找我工店造的 我家有办法 我 喂 喂 周阿姨 我是思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思思啊 我挺好的 你呢 我也挺好的 就是工作有点 哦 那你和小林的婚事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啊 下个礼拜就去领证 婚礼的酒店呢 也都选好了 到时候啊 你肯一定要过来啊 好好好 你放心 阿姨一定会去的 到时候啊 阿姨还要给你准备个大红包呢 好 那我就等着您的大红包了 周阿姨 我先不跟你说了 还要工作呢 你要有什么事啊 记得给我打电话啊 嗯 好好 你忙 你忙 我们一起撞马头啊 马头啊 你要焚 快点 马头 你要焚盆 出来 writer CH's 你淹没了 爱着 才不是个眼泪流 不是哥哥不爱你呀 因为我是龙春天 来 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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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哎呀 好了 来来来 酒没了 拿你这儿过来 小枫 你看你喝那么多酒 都喝醉了 喝醉了 你废什么话呢 这熬门请哥给你喝个酒 别扫兴啊 赶紧走 东哥 你都这么大的人呢 还让你妈管子 你可真是一个听话的乖宝宝 乖宝宝 走啊 去去去去去 去去去去去 听到没有啊 赶紧的 不是 还要 菜也没了 赶紧做点了去 这不刚炒的菜吗 妈都累了一天了 你们就将就将就 你看你们都喝多了 没事阿姨 我们东哥酒酿搭子嘞 小伙子 这酒喝多了伤身体 你们都少喝点 不是 你废什么话呢 我拿着请哥给你个喝个酒 你嫂人性啊 累了是吧 去去去去 休息 去 哥 你干吗不好意思啊 嫂性啊 这个 好 下宝宝去 今儿我请哥 不醉不贵 嫂子 小伙子 有个酒 我都没有吃过去 我都没有吃到 不贵 我都没有吃到 你干吗 你干吗 还是有什么味道 你干吗 你干吗 我都没有吃到 你干吗 你干吗 喂,小冬啊 什么事 妈买了好多你爱吃的 太重了,妈拿不动 你来接妈一下 妈在 哎呀,我现在就忙着呢 有正事啊 抽一点时间都不行吗 没时间 糊了,糊了 好,我跟你说了 自己解决吧 谢谢你 好,别别别别别别别人 我现在能够 你还能够 我还能够 我还能够 你还能够 快点 我还能够 你们俩 我还能够 吗 快点 我还能够 感谢观看 你怎么又喝醉了啊 你说你天天喝得醉吁吁的 这对身体不好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 小冬 哎呀你别管那么多行不行啊 整天叨叨叨叨叨叨 你烦不烦呢 哎呀 小冬 妈最近身体不舒服 你哪天抽点空 陪妈到院去看看好吗 哎呀你那点事又没多大点事 整天吵着去夜 你钱多啊 妈真的不舒服 你陪妈去看看嘛 哎呀我没空 你要去你自己去吧 那行我自己去 干什么啊 拿钱呐 我把房子卖了 把钱都给你们兄妹俩了 这一段时间在你这住 衣食住心全是我花的钱 我的钱全部花光了 我没钱了 你不拿钱 我怎么去喊病啊 我没钱 小冬 我是你妈 现在我生病了 你都不愿意拿钱出来给我看病啊 哎我说你闹什么呀 我都跟你说了没钱就是没钱 你能不能安静活儿 你在呢 你心里把你撵出去一辈子不管你了 我是你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以为我一说这玩意是吧 真以为我又不敢把你撵出去 过来 小冬 过来 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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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你开门哪 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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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ñor 我是你妈呀 可以这么退我呀 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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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 你回来了 你哥那畜生 他把我给赶出来了 你这样 小丽 现在 你得管我 我 我都不知道谁管我呢 走 咱们先回家 回家再说啊 你先回谁家呀 当然是你的家了 你搞清楚啊 这个月你不该来我这儿 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你哥把我赶出来了 不是 他把你赶出 你找他去啊 要来我这儿也行 下个月再说啊 快快快快找我 小丽 小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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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怎么了 小丽 小丽 要不要给你的家人打一个电话 让他们来接你呀 家人 我没有家人 一个家人都没有 你没有家人呀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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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小丽 周阿姨 你醒了啊 慢点 我怎么在这儿呢 你在路上晕倒了 是一个路人 把你送到医院来的 医生说了 你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疲劳过度 再加上高血压 那医生 怎么把你们两个叫过来了 医生说要联系家属 你的手机里就只有三个号码 另外两个号码都打不通 就只能打给我了 电话打不通 是啊 打不通 崇阿姨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在你儿子女儿家住吗 怎么会一个人晕倒在大街上呢 别提他们了 思思 我当初真该听你的话 现在房子卖了 家也没了 又被那两个畜生 给赶出来了 我真希望没人救我 我真希望没人救我 就让我这么走了算了 朱阿姨 别再说 事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是啊 朱阿姨 再说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您子女做的不对 陈宇 你有什么办法吗 有 让她子女知道 赶养父母是子女印尽的法兵义务 打官司 打官司 不不成不成不成 她们毕竟是我亲生的 家属不可外扬啊 朱阿姨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怎么还想着家属不可外扬呢 陈宇是律师 她说有办法 就一定有办法 那可是 别可是了 上次您不听我的 这次不管您听不听 这件事我都帮您做主了 咱们就这么办 对 朱阿姨您放心吧 后面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来办 宇宙 我们也真是的 为什么要同意庭外条件呢 还同意他们只还卖房子的钱 你还想怎么办 他們把周阿姨趕到大街上還差點 反正我覺得情外調節才便宜他們 思思 算了 再怎麼說 他們也是我的親生骨肉 有些事 他們做得出來 我是做不出來了 思思 等你當上媽了 你就明白了 那周阿姨 房子的錢已經要回來了 能用什麼打算嗎 想回家 沒有 小丫頭 趕緊吃早飯 小丫頭 我們倆隨便可以吃就行了 怎麼又這麼早起來 早上能隨便吃嗎 趕緊吃了上班去 你这个月的房租我先送给你 小丫头 你气我呢是不是 好 那这个月的房租就还是算在 你入股我公司了 再这么下去 你都快成我老板 来 干啥吃 你们年轻人要多吃点 来来来 好吃吗 好吃